在这个观想的过程当中 听好 不管你回家练习或在公车上练习 师傅要送你几个句话 不要执着 不要去期盼我会看到什么东西 有人说 哎呀 这个太殊胜了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修过 这个一定哦 对不对呢 我会看到观音菩萨的脚吧 观音菩萨应该会对我微笑吧 不要这样想 在这观想的过程中 每一个的心 它会有不同的觉受 比较好的觉受是心很清楚 很宁静 很安详 那但是你也不要抓着它不放它放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在无量节轮回里面 我们有很多恶念 也有恶业 也有善念 也有善业 所以我们在观想的时候 不一定呢 一开始都很好 也有些人一开始观的时候 哎呀 师父我全部都是黑黑的 没关系 黑的颜色也是空性的 你就让它继续过去 有人呢 可能在一观想的时候 就开始 头开始会晕了 哎呀 因为什么 你太专注在你的头部 所以你的气在上面 那你会觉得不舒服 没关系 那就眼睛打开来 扎一扎 放松 它自然就没有事 所以对初学人来讲呢 最好不要闭眼睛 应该是张开眼睛 像佛眼 有没有 佛眼啊 佛眼 视众生 这样都是张开一半的 一半的话你比较能专注 打开的话你会太用力 关起来呢 刚才我叫你关起来 还是因为要专注你去观想 所以对初学来讲 你可以打开一半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看到颜色 光或幻境的时候 你都想都是假的 那有时候坐一坐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 我好像感觉我升起来 好像我不在我的座位上 我想飞在天空里 其实那个感觉只是感觉而已 也是假的 不要太在意 也就是说 好的跟不好的都不要理它 那万一你在家里练习 或是呢 因为这是师父教你 所以我必须负责任 假如你在家里教你 然后你自己练习 或是呢 刚开始呢 你练习一个月很欢喜 过了一个月以后 你突然又业力现前 就开始听到 又看到颜色 又看到怎么飞的 那我教你 你就停下来 合掌念般若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宁观自在菩萨行神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大声念 念七遍的般若心经 然后那些境界就不见了 所以你不要怕 你不要想 哎呀师父 你现在教我们很好 万一你走了怎么办 送SMS 别再无名 对不起 刚好在睡觉 那你怎么办 第二个 送E-mail来 怎么办 鬼会跟你说 太慢了 那不是很好笑吗 听好 鬼 你会怕他 为什么 因为你怕自己被伤害 其实鬼也有佛性 假如你会这样观想的话 你整个身上会放 无量的光明 鬼会看到你 他会顶礼的 他不会害你的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 很了不起 如理如法修行的佛弟子的 所以听好 我要真诚地提醒大家 不管你看到任何境界 颜色光芒或影像 你知道通通都是假的 你过去心里面的 好的跟不好的种子 跑出来的 又像这样 看到了吗 各位看到你自己的照妖镜了吗 对不对 今天有个新朋友 你看 有个屋 不要感到 带来听听的 真的 对 所以 其实你看到了什么 或听到了什么 其实都是你心里 好的跟不好的种子 所显现的 对不起 昨天呢 我大概是拔了太多花 所以连有都把花给拿走了 我今天拿植物好了 他这样会比较不高兴 你看 你看 哎呀师父 我告诉你哦 我听到天空啊 阿弥陀佛跟我讲话 跟你讲妄想 真的阿弥陀佛 他会跟你讲话 不是现在 因为你没有佛力 法力 跟智力 当你修到心悦清净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确会现前 但现在不会 有人跟我讲 我告诉你哦 师父 哇 很精进耶 我都不用上佛学班耶 半夜观世音菩萨都会单独来教我耶 假的 我真的告诉你 不要被骗 哦 我告诉你哦 师父 过几天就要签马票 我常常梦到地藏菩萨 我拜他非常的虔诚了 他头一放光 刚好四个数字就出现了 假如这样的话 请你多教我一点吧 那我转行好了 开玩笑的 答案是什么 你不知道佛法 其实这些都是由你心显现的 好 所以注意听 印光大师说 注意听这一段 不管修什么法门 念佛跟念咒 在你的心还没有得到 一心也就是清净的时候 你不要想骑着要见佛跟菩萨 你有所求 我要见阿弥陀佛 我要见释迦摩尼佛 我要见地藏菩萨 你也可以有发愿 你可以发愿 你天天发愿 佛菩萨我希望你来 让我看一下来加苏 可是你发了愿 你可以写下四个字 有愿无心 给你写下来 无心是什么 没有急躁的心 你可以发愿 佛法菩萨 三宝佛菩萨一定很虔诚 他会满你的愿 当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四壁观音 刚才就是放光照海因故事 不管你有没有看到 师父可以感受到 但是你不要去执着 所以有愿无心 你可以发愿 佛菩萨希望我在做梦 我在禅定 或是在清醒 或在修持的时候 你来加持我 你可以发愿 但是你的心不要那么急 昨天啊 哎呀我觉得我心很清净啊 我昨天念佛的时候 好像看到了一点点莲花的光 怎么今天的一点光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心都一直在抓 你说要抓一点东西 知道吗 这个就是你的轮回的根啊 这个是什么 这些抓来抓去的就是你的我执啊 我执的显现 所以 阴光大师说 在你的心还没有到 专一宁静的时候 你的心像什么呢 接下来是我插波的 补充 就像搅动的湖水 你越搅的话 水就越乱 你不要搅它嘛 水它自然就会沉淀 阴光大师就继续说 当你心完全到专一的时候 佛菩萨它自然就会显现 像千江有水 千江月 听懂吗 佛菩萨避避避像月亮一样 你的心呢 先要像 还记不记得 来再考一次 上次我讲 心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是瀑布 第二个是什么 河流 第三个 对大海 我现在再讲一个 第三个叫做 无波的大海 without wave the ocean without wave 就是没有波浪 假如你有波浪的话 那个月亮就看不清楚 但是那个没有波浪心 越来越平的时候 嘿你就看到月亮了 所以见佛是真的 但是它要佛力 法力跟智力 三个条件合而为一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佛菩萨 而且你会看到佛菩萨 像透明一样 它没有实体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见佛 不像很多年有来跟我讲 师父我最近 就看到观世音菩萨 常常晚上来指点我 其实那是妄想 你虽然想观世音菩萨 看这里 你虽然想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代表沐雨 你想哪 可是跑来的不是观世音菩萨 跑来的是叶子 表示因果不一样 这样知道吗 所以当你心还没有很宁静的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幻境多 都是你过去的妄念多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各位大家都喜欢看电影 也看电视 对不对 今天晚上看鬼片 对不对 我以前说过 佛教徒最好不要看鬼片 对不对 因为心的力量很重要 可是人习惯 人实在很奇怪 人就是见骨头 喜欢去租个鬼片 然后晚上来看 好可怕好可怕 对不对 哥哥救救我 妈妈照顾我 看完呢 又蒙在被子里 然后吓了一声冷汗 其实一个鬼都没看到嘛 你自己呢 就像你自己嘛 知道吗 好 当你看录影带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 所有的画面 不管好的不好 真的就像进脑 电脑的呢 全部都进入你的脑筋里了 脑筋里了以后呢 以科学来讲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自主神经放松的时候 所有的底片 通通都跑出来了 跑出来的时候 它是不照顺序的 听好 知道吗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全部都在一起了 所以 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对不对 那因为有过去的恶业 跟烦恼习性 所以在我们缠坐的时候 你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这些底片啊 通通会倒带的 所以看到的东西 不用管它 好的不要理它 坏的也不要理它 你不要跟它跑 就像看电影一样 嘿嘿 比如现在有一个 小鬼来了 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是鬼 随你吧 你就走吧 它就不见了 为什么呢 你的心 注意听 不要去拒绝它 不要压它 也不要跟它跑 我再讲一遍 不要跟着它跑 也不要拒绝它 就看着它 它就不见了 因为它本来 也是空性的 了解吗 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 不然呢 下次呢 待会呢 我教完以后呢 过完两个礼拜以后 一天有两百封印没有 师父啊 我们每个人都看到鬼啊 什么一大堆的 然后一大堆问题 我现在这边公开回答 所以假如你真的很恐怖 不舒服 那你就停下来 眼睛张开 合掌 很虔诚的心 念波尔心经 念七遍 念完了 它就不见了 这是波尔波罗咪的功德 会保护你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 请看讲义 69页 饶意众生界 我昨天还没有讲完 昨天我们的经文是讲到 70页第二行 待会我们会从第三行开始讲 现在再翻回来 69页 第十一行 请看幻灯片 这是佛亚寺的 观世音菩萨 六臂如一轮观音 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真的非常非常的庄严 它背后呢 就是波尔心经 所以透过波尔波罗的力量 让你常常反观自心 观自在菩萨 是否能够呢 真正观自己而得到自在 在今天会课的时候呢 师父有一些感触 我讲一下叫饶意众生界 什么叫饶意众生界 就是满众生的心愿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心愿 有人呢 对不对 想要出国旅行 有人呢 想要买一栋房子 有人呢 希望有一部好的车子 有人呢 希望呢 这一生能够出家 每一个人的愿望都不一样 所以要满众生的愿 那在满众生的愿之前呢 先要修自他交换 比方说看这里 这个是我 这个是一个众生 我现在要帮助他 帮助他的时候 你不要用自己的角度想 你要用换过来 他需要什么 举个例子 今天假如是你的最好朋友 生日了 你非常的高兴 送给他东西 请问你一定会想 请问我送什么 他会很高兴呢 那你就想 假如我是他的话呢 你需要什么 比如说他喜欢吃冰淇淋 那你就买冰淇淋给他吃 对不对 他喜欢吃蛋糕 你就买蛋糕 有些老婆子很可爱 他说 哎呀 冰淇淋蛋糕 吃的会很肥啊 我还是买呢 五股米的那个 馒头给你吃吧 你是对他好 可是不是他要吃的 五股杂粮馒头很好啊 非常营养 可是他不喜欢吃啊 他就是要肥一点嘛 圆满一点嘛 所以你虽然好意 花了很多的钱 跑到呢 China Town 特别去为他买过 素食的五股杂粮的面包 然后给他吃 给他一打开了 这也没什么好吃的 因为他要的东西 不是你给他的东西 好 在这里呢 有几个莲友曾经问过我 注意听这个故事 我讲故事 你会比较容易体会 他说 师父有时候 我们帮莲友祝念 平常他也学佛 然后临命中的时候 他病苦很重 然后突然呢 他想吃鸡腿 那我该不该买给他呢 那有些人有说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吃素的莲友 你怎么可以破剑呢 买鸡腿给他吃 有人说 可以可以 是他吃 又不是你吃啊 那答案是什么呢 第二个对 注意听哦 这段话很重要 你并没有破解 新红师并没有叫你去杀一个众生的动物 杀死他 然后再来煮肉给他吃 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 那严格说 临命中时的众生本来吃素的是一辈子 最后呢 他很想吃肉 当然你可以说是 这是他的业力 业障现前 可是问题呢 这是什么 满他二十几年没有吃到鸡腿的愿 知道吗 他心中还是有愿望的 那你就满他的愿嘛 你可以去supermarket 已经买煮好的 给他吃 你没有破戒 你真正修 饶意众生戒 注意听哦 听好这一段哦 你们常常新加坡会乱乱讲 待会一出门 新红法师叫我们去买鸡腿啊 我干脆叫你卖猪腿不是更好吗 不是鸡腿 注意听 你们两个常常会听错 所以这边有录影带做公正 重新倒带一下 是说 我没有叫你去杀众生 假如杀众生的话是不可以的 我们受了菩萨戒 菩萨要救度众生 怎么可能叫你杀一个动物 然后去买一个众生的愿呢 不可以的 所以我叫你的是去supermarket 已经买好的三斤肉 那你不喜欢煮也没关系 那你就去买 有人还连有跟我说 师傅我买了会吐啊 要我煮 那你买人家煮好的嘛 鸡腿的便当嘛 然后你欢喜的给他吃 他会很感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满他的愿 旁边都跟他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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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他是很挫折的 那他吃完了以后 我跟你讲 他也不会再想了 就像什么呢 注意听 老虎跟狮子 他肚子饿的时候 才会吃动物嘛 现在假如一只老虎跟肚子 他已经吃饱了 你看看 你那很肥的肥羊 在那边走来走去 他也不会咬他的 对不对 他吃饱了嘛 换句话说 饶意众生呢 是满众生的愿 他吃完了以后 他就不会再想吃了 假如你不给他吃的话 他会更想要吃 那个他贪心啊 会更强 执着会更深 那他断气的时候 会很痛苦 了解吗 所以 饶意众生界 要想 我帮助众生 是要众生需要的 而不是用你的标准说 哎呀啊 你这位脸友 你要忏悔 业障深重啊 学了念二十几年的经 到最后还想吃鸡腿啊 不要这样苛责人家 你这样的话 你最没有慈悲心 了解吗 还有一个 饶意众生界 我要多说几句 各位联友都很虔诚 上了班 下了班 匆匆忙忙就赶来 但是呢 你来赶来之前 要先照顾你的孩子 你听经是很精进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家里有小孩 有先生 你应该为他的便当 准备好 再来 没有的话可以前一天 给他钱 然后说 对不起 妈妈今天听经 很欢喜 可是我真的很关心你 然后呢 不要给他太多钱啊 十块心病就够了吧 不要给他五十啊 六十啊 他搞不好又去打电动啊 做很多坏事 甚至还买抽烟 就给他钱 然后呢 你说妈妈没办法陪你 改天我再陪你 因为我曾经碰到很多 佛教徒的青年朋友 跟我抱怨说 师父啊 很多的学佛爸爸妈妈 非常的selfish 很自私 no responsibility 他的共修很高兴的 我都没饭吃耶 哎呀 无弥陀佛 我觉得我做师父的 应该这样 为什么 你对师父很好 还有连连勇 很不喜欢师父 他说很奇怪 我妈妈不喜欢我 反正喜欢你这种光头的耶 不知道耶 现在流行光头 光头比较有魅力是吗 没有错 你喜欢师父很好 喜欢脸也很好 可是你学到的慈悲喜舍 你忘了要对你的先生更好 好不是执着 好是呢 从他身上修你的菩提行 菩提行 行你的四无量心 行你的菩萨行 你更应该关心你的小孩 知道吗 我觉得很多佛友 常常呢 可能没有听闻佛法 或是听 这个脸有这么说 那个脸有这么说 这个嘴嘴念 那个嘴嘴念 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念 就干脆通通都念 也不知道怎么做选择 所以我会觉得 饶意众生介事 你自己精进学习佛法很好 但是不要忘了 你有家庭的责任 先生的责任 太太的责任 佛经曾经说 人道有亏 佛道难成 你人都没有做好的话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因为你人的责任 没有尽了圆满 将来你修行会有障碍 当然你可能 又还可以开始 来跟我报牢骚了 师父啊 我的家人啊 先生啊 小孩就都不是佛教徒啊 那你要肯认他 他没有障碍 你来学佛法就不错啊 他今天晚上 可以让你来听经 你应该也很欢喜啊 是不是 你用欢喜心对他 他也会欢喜心 感谢你 所以希望你应该 把自己的责任做好 知道吗 这一点师父是 多说几句的话 虽然可能听了 有点不太高兴啊 不过这是真话的 希望你好好的去思维 接下来再来看 幻灯片 为世世缘 很多人也会讲 好 这里讲 菩萨不舍一切众生 要满众生的愿 好 请看幻灯片 这个又要很重要的 第一 这是 为世中讲的四种缘 也请你记下来 先用听的 在很多困难碰来的时候 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你要用佛法 去反省自己的语言 行为跟思想 是不是如理如法 举个例子 前几天讲 佛力 法力跟自力 很多人都会拜 观世音菩萨 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跟你讲 我拜好久好久 怎么观世音菩萨 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你这样的回答 问问题呢 你是问得很好 可是你并不知道 佛法的道理 有些人求观世音菩萨 他立刻就有感应 有些人要求很久才有感应 有些人呢 因为没有感应 他就放弃了佛法三宝 所以注意听这一段 请看 第一个 清音源 清是靠近的意思 音是由于如像种子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 种一朵玫瑰花 我们就要去菜市场 或supermarket 或植物的店 去买玫瑰花的种子 第二个 所圆圆 所圆圆呢 两个字的后面是当名词 前面是动词 所攀圆的这个条件 比方说你种了玫瑰花 那就要加上 泥土跟肥料 不然玫瑰花不会长 比方说玫瑰花 你放在海银谷子的大殿 大殿呢是大理石的 或是瓷砖的 你看它会不会长 绝对不会长的 因为你种错地方了 第三个 等无间缘 等就是呢 平等 无间就是没有间断 就是呢 英文叫continuously 持续不断的 像呢 你要每天持续不断的浇水 而且浇水的时候 要很特别 有些植物是不可以浇太多 浇太多更会烂掉的 有些可能三天浇一点 有些是五天浇一点 所以你在买植物的时候 都要问好 老板 你这个植物啊 要是多久浇一次水 就像各位 你们去买衣服 也要问 老板 请问这个衣服 洗衣机可不可以洗 是不是可以烘干 是不是呢 你都要问清楚嘛 那没有的话呢 那植物呢 你买回来啊 常常每天都浇 浇到最好 还有些连友跟我说 哎呀师傅 我的植物不会是 不会长 我每天都浇大杯水 最后死掉了 我说对啊 因为你太没有智慧了 浇太多了 下面的根都烂掉了 浇大杯水很好啊 照道理大杯水应该水啊 植物也会长啊 对啊 我自己住的地方有植物 我也有时候会浇大杯水 但不能浇太多啊 三天或五天浇一次 夏天你可能要浇多一点 冬天呢 下雨天的时候少浇一点 为什么 你要有智慧去判断 犹如不断的浇水 最后是什么 有些植物要放在房间里 比方大店这个植物 可是过几天呢 有些植物就开始变黄了 你要放到外面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需要阳光 阳光像什么 增上圆 增上圆是什么 外面来的 extra condition 让你很强的 或enhanced condition 让你增强的 像顺圆跟蜜圆 都是如此 阳光 再看一下幻灯片 我们的这个青因缘种子 像什么 恭敬心与虔诚心 比如说我现在有苦难的 我带香花灯果竹 初一十五来拜佛 我要很虔诚 很恭敬 你要让你的虔诚 跟恭敬心长一点 不要再拜佛 手机又响了 待会再接嘛 万一你在拜的时候 观音菩萨突然要出现的话 你一接电手机 不就观音菩萨不见了吗 你的心很散乱 第二个 身口意要很清净 比方说你合掌 或礼佛 这是所源源 第三 你心里很真诚的念佛 念咒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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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呢 念了六四大名咒 你真正的在祈求 所以青因缘 所源缘 等无间缘 三个都重要 最重要是等无间缘 你的念头不可以中断 所以为什么要修 止观 把你的心给静下来 你的心静下来以后 你的念头才会持续 是清静的 那力量就很大 最后呢 电波接上了 举个例子 我们有收音机 Radio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 听音乐是哪一台 在台湾是FM93.5或是97.5 这有广播电台 同样的 中这个作评语 当你在开收音机的时候 或电波的时候 你要接通了 你才可以听到音乐 同样的你有 清音缘 索源缘 等无间缘呢 三个要频道 调对的时候 请看幻灯片 第四个 真上缘 像太阳光 佛力加持 它是会出现的 那就会转变你的业力 所以佛只能做第四个 假如你没有前面三个的话 佛菩萨要怎么加持你 怎么帮助你 也没办法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对不对 他平常拜观世音菩萨 早晚烧香 然后他平常念观音菩萨 等到他真的呢 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比如车祸的紧急叉念 南无大被观世音菩萨 他一念的时候 非常虔诚 本来会摔死的 结果呢 就是虚惊一场 命就救回来 为什么佛有菩萨这个力量呢 增上缘 他可以那一刹那之间 改变你全部的业力 但宣洁条件 你要有前面三个 好 所以这就牵涉到 为什么有些人很虔诚 他亲因缘 所缘缘 跟等无间缘 很强的时候 他一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现前了 有些人念了很久 还说 观世音菩萨这么忙 到底有没有听到我 脆脆念脆脆念呢 我每天都念了这么多回向文 他好像不太理我 不是 而是你前面这个三个条件 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什么叫标准呢 挺好 前面三个前 让你心完全到清净 佛的力量就升起了 事实上 佛不是他的力量 是天天都在加持你 我再讲一个例子 我前几天讲过 像太阳 太阳呢 是全世界的众生 他都照的 他也照新加坡的人 也照台湾的人 可是假如现在新加坡 这块地方 有很多的云 聚在一起 下雨的时候 太阳光就没办法照到你 太阳光没有办法照到你 并不代表 没有太阳光啊 还是有太阳光啊 对不对 可是当太阳光太强的时候 众生也就很烦恼啊 我前几天不是举一吗 年轻人喜欢拿一个 黑色的雨伞 戴个黑色的墨镜 黑色的衣服 很酷吧 因为他不喜欢 观光照他 为什么 他希望皮肤白啊 你看 阳光要照你是很健康的 可是你却自己都拒绝了 所以换句话说 你没有虔诚心 恭敬心 你身口意又不清净 你又不学佛法 不念佛 不念咒 那佛佛上 真的很想保佑你啊 可是你啊 像呢 在业力的漩涡一样 一直在一直转 一直在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当然你就更痛苦啊 佛站在你面前 也很难救你 因为你必须自己 救自己 了解吗 所以这个请背起来 再复习一下 轻因缘像种子 所缘缘像泥土跟肥料 等无间缘像不断的浇水 不断的做功课 诵经修持 修福修会 最后 佛菩萨的加持力 像阳光 它就会转变你的业力 好 现在这一段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举一个例子 力士练心 从唯识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怎么去修这四个呢 好 我先把幻灯片打开来 你专心听 第一 从唯识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从早到晚 会碰到很多的境界 我们刚刚有说过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恶业 善念 恶念 善业 恶业 还有很多很不好的 贪嗔痴的习性 所以我们碰到的 坏事 会比好事多 老实跟你讲 因为我们的恶念太多了 那碰到坏事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就会恨 不高兴 碰到好事的时候呢 就会占便宜 赶快啊 先把握 管他的 对不对 不然明天就没有这个好处了 所以我们的心 就会变得很贪心 也很称心 也很强 那现在注意听 听到这为事四元呢 我们要怎么样 转变我们的心呢 注意听这句话 好的因缘 跟坏的因缘 都可以帮助我修行的 我再讲一遍 你要写下来 好的因缘 跟坏的因缘 都可以来帮助我修行的 举一个例子 修忍辱波罗蜜 假如从 为师学者角度讲 现在出现了敌人 那我们就要修忍辱啊 这是站在真上远讲 尤其我在幻灯片讲 逆真上远 你平常不是要修忍辱吗 没人骂你 你怎么知道你脾气好不好啊 有碰到逆境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哎呀 我就是来考虐我啊 我要感谢佛菩萨来磨练我 再看 就清因缘来讲 自己内心应该常常提醒自己 对于外境呢 不要有恨意 常常要保持正念与正知 为什么呢 你恨别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对不对 世俗讲 他害你一次 你就报复他一次吗 那这样没完没了的 对不对 虽然你是佛教徒 可是你的心当中 还是永远生活在痛苦当中的 源源相报何时了 再看下面 就二所源源来说 就是我们对于所遇到的敌人 或逆境 反过来讲 我们要感谢他 比如像现在一个人害你 举个例子 现在公司行号 有一个人 专门在老板面前讲你的坏话 那你听到的时候 你非常生气 你气没有用 这就是你要想 为什么他会讲我的坏话 是不是我对他不好啊 或是我得罪了他 好 那你也可以很心平气和 先找老板谈 老板请问 他觉得我哪里不好 我很真心 我不是来报复他 请你告诉我的缺点在哪里 那你就跟老板有很好的 positive communication 正面的沟通 老板就跟你讲 一二三四五 你有很多的缺点 很多的不好 那你想想看 这五个里面呢 你真的有 那你就慢慢改 假如没有 你说老板 前面三个缺点 我承认 可是后面两点 是misunderstanding 误会 那你就要心平气和 就跟他说嘛 说了呢 你心里就要放下 那另外三个呢 那你就好好反省感 下次你看到这个脸有的呢 keep smiling 很多脸有哦 念佛念到脸臭臭的啊 你不要说佛啊 不想看到你 人看到你都像鬼啊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叫body language 有时候我们不笑的时候 是很难看的 你知道吗 晚上再来回去拿镜子 你照照你 你不笑的时候 真的很可怕的 真心啊 对不对 你都觉得 没有啊 我们也不高兴啊 对啊 你嘴巴没讲话 心里写 我很不高兴 所以你这个body language 弄的呢 同事也不喜欢你 朋友也不喜欢你 你说 对啊 我没有讲话 但是你知道吗 它可以感受到你心中的那个 像蛇一样的 撑心啊 知道吗 你只是没有像火山爆发而已 所以下次你看到 越没有圆的脸咬 应该呢 你心里可以念那种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是啊 闺蜜三宝 闺蜜三宝 smiling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会故意 假假的 他就走了 那不管他 我笑我的 你走你的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就会感动他 这样子 你才会解决 你跟他的恶缘 不然修情从哪里修 就是从这些境界来的时候 磨练你的心嘛 再看下面幻灯片 立试练心嘛 最后 可能呢 他也不理你 那呢 我建议你一个方法 现代人 压力很大 情绪也很大 你觉得你讲很多的误会 用纸的 写 给他 你说 跟好朋友 这位同事 对不起 可能我们之间有误会 可是我很想跟你谈一谈 或是跟你道歉 或是请你喝杯咖啡 你有空吗 你把这张纸放在他桌上 对不对 他刚开始可能会觉得 不管你 注意听 做一个佛教徒 不管你有没有受过菩萨戒 你至少要试三次 你不能说 是不是有啊 我做了 做了第一次 他已经丢到 垃圾桶里面 第二次再看到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影印的啦 影印三张 没有关系 现在很聪明 OK OK No problem 然后signature beautiful signature 漂亮的签名 还下一个 微笑的脸 第二次他看 哼 不管你 他也不理 第三次呢 他看到了这张纸 对不对 你写给他的张纸 对不对 你什么 回家再说吧 放就皮包里 表示他接受了嘛 他在思考了嘛 这个才叫做 佛教徒修慈悲习舍 为什么呢 你给人家机会啦 知道吗 我举个故事给你听 我们商业金社也有 曾经有两个学生 A跟B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很奇怪 两个人常常吵架 冤亲在中 其实他们两个是 多生多结的缘 我举个例子 你们右手看到这个 闹钟代表 A是个女生 这个是男生 他们两个都很聪明 可是来今次呢 每一次呢都不讲话 很奇怪 很奇怪哦 来上课哦 来工修都不讲话 然后呢 这个呢 A的是女生 很有才华 可是呢 就是不跟他讲话 那B呢 他是个男生 很酷 也不跟他讲话 我看到的 这两个我学生 对不对 那A的呢 他很慈悲 他会买很多东西 给师傅饼干 然后呢 面包大家吃 他就是不买给他 有一天我讲 来过来 他也听我的入口撒行 他也修自他交换 我说你修得很差 我说师傅 什么事情 我做错 我说你对大家都很好 你为什么不买别的猫给他呢 我说我就是不要给他 我为什么要给他 我说不 你若是把我当你师傅 你修自他交换 他跟你最有缘了 他说 别别别 我才不要跟他有缘 那么丑的男生 我为什么要跟他有缘 我说 三千大千世界在一起 会在同一个今生 师傅 共修啊 你跟他最有缘了 对不起 我只差没有说 点点点点点 有些话我不好意思说 师傅会观察的 我说来 下次 你买面包给他 他说不要 我说no 不可以 那我给你钱吧 你去买都可以吗 我说 你要听我的话 不然 你就不是我学生 我就是逼他去修 自他交换 他就真的买面包给他 放在他桌上 就走了 然后呢 那个人走过来 假假的 我才不吃呢 就放在那边 结果旁边的男友 你不吃啊 我吃 就把他吃掉了 然后我叫他做三次 第二次呢 他放了 他放了一个嘎片 辛苦你了 你一定没有吃饭了 你来上课啊 这个给你吃啊 然后那个男生看 没什么了不起 然后呢 就把纸 这样子 就丢到后面 面包咬一咬 还不错啊 蛮好吃的 他也吃了 第三次 他又买面包 没有拿纸 他这次用心的 你看 叫某一个 某某师兄 这个是我给你的 可能我跟你有误会 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不对 我真心跟你做朋友 他就静静的 好啦 不拿白不拿 我就拿吧 哎呀 这两个众生啊 真难度啊 从此以后 他们就变好朋友了 都是我商业精神的学生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这个才叫 永远不放弃众生 还不错呢 师父逼他做呢 我不逼他的话 他却不会 可是从此以后 他才知道 原来他自己内心里 对他有强烈的排斥 最后他们呢 在商业精神工作 非常好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所以打开你的心啊 世界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看幻灯片 最后要不疲不厌的 接受各种挑战 就算遇到再大的挫折 也不会被打倒 而且要长远的 坚持下去 这才是菩萨度众生的 等无坚援 永远不中断 永远不舍弃众生 所以做我的学生 是很有福报 不过也要经过我磨练的 至于各位呢 你好好想一想 希望你好好去面对 你不要躲 躲是不可能的 师父跟你讲过 夜不改的话 躲遍三千大千世界 来生你还是会碰到的 只是你换了两个身份以后呢 你忘记了 一开始两个人是好朋友 最后就咪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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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吵 那你渊渊相抱何时了 了解吗 再看下面换灯片 所以以上四种源都具足 修行人才能够做到 借着力士练心 来修学忍入波罗蜜 六度里每一度都很重要 但是在我们这五着二世 障碍很多 忍入要常常放在你心里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会这么快成佛 就是多生多劫有两个条件 一精进波罗蜜 第二忍入波罗蜜 他修得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比弥勒菩萨先成佛 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成佛呢 因为我们太混了 看到境界不对 一二三向后跑 错了 你这样是一般凡夫的方法 你真的做了菩萨道 你应该去思维 也有人有跟我说 师父有啊 我就送经回向给他 希望他长命百岁啊 我说那样子只是消极的方法 诵经回向给他 也是一个方法 没有错 你可以解决你跟他的业 可是呢 你要真诚的去面对他 甚至要跟他道歉 或原谅别人 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嘛 每个人都会做错 你做错的时候 你可能人家能够原谅你 你不是也很感动的吗 是不是呢 所以四种缘很重要 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佛法的时候 想一想 不是佛菩萨不保佑我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想一想 清因缘 所缘缘 等无见缘 跟真上缘 好不好 不要师父下次用八月份的时候 一人发一张纸考试 考通过的人才只能继续来听经 我想不要用这种方法 这样的方法呢 你可能会恨我吧 那我就变成你的冤亲在主了 不要 好 接下来看 丁三 请看七十页 第三行 以二成法上巧设画 请看问十三 诸菩萨摩赫萨 岂为以大成法教化众生 而不以身文跟独绝成呢 身文是四圣地 独绝是叫原绝 是教十二因缘 他说 难道大成的菩萨 就永远只是用大乘法 教化众生 不用二乘法度众生吗 答案是什么 请看 下面 他说 事实上答案是 菩萨他自己也懂身文法 但是他要看有缘的人 才会教 看达约 祭诵一百零一诵 教以身文成的教法 或独绝的能成的教法 以笔少利固 这里的笔 请做一个记号 是指众生 因为在寄送里很短 笔是指什么 笔是指云云的众生 云云的众生 有些呢 他的心量很小 他的根性比较差 所以他不堪 没有能力 去接受广大的 大乘佛法的教化 那这样怎么办呢 请看下面 七十页第六行 若忠下根性的心意的人呢 他是舍弃利益众生的事 因为他缺乏广大的大悲心 所以不堪以大乘佛法教他 所以你就教他 身文跟读觉法 也能够度他而进入佛门 举一个例子 老师教学生也是这样 有些学生呢 你教他呢 一下子教他很高级的数学 加减成熟 四种运算 他通通都会 可是也有些小朋友 你教他 哎呀 老师 It's too difficult for me Too complicated for me 太难了 太复杂了 你可不可以教我简单一点 好吧 那就先教你 一加一等于二 先教加 慢慢加完了 加完交减 然后加跟减 再加减一起运算 然后再来教什么 乘跟除 因为乘除是有关的 然后呢 乘除会了 再来 加减乘除 四个一起教 是不是呢 对不起啊 把各位当小朋友 我以前是老师 对啊 我们学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不然你去supermarket 买菜或是买 要缴钱的时候 你连加减成熟都算错的话 那你钱就算错了 那有些众生呢 小朋友呢 是一下子 加减成熟 四个你教他 他都很聪明的 这是什么 上跟立志的 中跟立志的人 你教他加跟减 或是成跟除 那比较呢 差一点的呢 那你呢 你再只教他 一加一 或都是加法 或是教一种方法 都是减 这样子呢 他才一步一步学 好 这边讲中等跟性呢 就是指 喜欢身文跟原觉的 就像修南传佛教的教法 很好 他也是佛的正法 所以在普门评里讲 应以身文身得度者 即现身文身而为说法 对不对 应以宰观身得度者 即现宰观身而为说法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事实上 也懂身文跟独确成 但有一个差别呢 他是什么呢 他希望众生 都不要只做阿罗亥 最好成佛 请看幻灯片 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释迦摩尼佛西藏佛教 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 读十六阿罗亥 下面是四大天王 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佛永远不放弃一切众生的 他也会教身文法 但是在法华经里面讲 身文法是一片化成 这是暂时的 比如说在大学里面呢 他就一直跟你吵啊 快读不完 你说没关系你没关系 再过几年就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呢 他想休息工作 那你就先给他工作 等到他自己去工作以后 发现哎呀我懂得真的不够了 然后他就会再回来 想要读硕士 有些硕士读完了呢 又出去工作 有些呢读完了呢 也再回来 硕士完了读什么 读博士 博士是比喻什么 一秤佛法 硕士呢 是比喻菩萨秤 大学是指 身文跟原学这里的 二秤法教化众生 这样很容易懂吧 好 接下来再看 问十四 七十页第八行 如果有众生 不可以三成法教化 那对于众生 应该舍或是不舍呢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众生很难度啊 那该不该放弃呢 答案是不可以 这就是菩萨界难的地方 这就是菩萨界呢 伟大的地方 请看祭诵一百零二颂 身文独绝秤 以及大秤 这叫三秤法 有些人呢 既不想学大秤法 也不想学四地 也不想学十二英元 那怎么办呢 这些他都不愿意接受 要起码安置他 在修福修会的这个法门上 比方说什么呢 请看经文 七十页第十行 如果有众生喜欢快乐 不喜欢生死的痛苦 他也证悟解脱 他也不喜欢太苦行 你要教他天天诵经啊 念佛啊 普贤行愿品啊 他会疯掉的 有些众生就这样 那你不要强迫他 你可以鼓励他 那不堪以身文 读诀跟大秤法教化 那应该教他什么呢 至于犯秤跟四犯行中 犯是指清净的 举一个例子 希望你不要不高兴 新加坡的四面佛 就是属于这个犯秤 事实上四面不是佛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还是写四面佛 四面是指大犯天王的四面天神 犯是清净的意思 当然他心也很好 对不对 他大犯天王嘛 身在天上 他是很有福报的 相貌也很好 而且新加坡呢 还要配四个面 对不对 健康 婚姻 事业 跟财富 对不对 刚好四个角 哪有这样分的 好了 我点到为止了 不能再讲了 再讲的话 有些众生就不高兴了 有些觉得 师父讲太真话 他就没生意了 不是这样 真正的大犯天王 对不对 他是修广大的慈悲心 做了很多功德 可是他不是佛 所以你不要叫他四面佛 他就不是佛嘛 你可以叫他四面的天王 大犯天王 可以 他功德力很大 他修的比你还好 所以他只是呢 大犯天王 他修四种清净犯行 所以他大部分呢 都是消灾免难 姐姐女的人天福报多 那你就有一个问题了 佛教徒可不可以去拜 你自己决定吧 接下来再看 若父不堪 你叫他要清修犯行 要严守倔利 要帮助很多人 那他就没办法 他生意很忙 精神非常的累 而且时间体力有限 那应该叫他什么呢 应当教化至于天秤 从五戒十善开始 从不失修福修慧 做善事开始 所以也应该永远不舍弃众生 所以盖医院做善事 这些都是人天秤的善法 但是假如你有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 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第二希望一切众生都成就无上佛果 这样的话你盖医院 医院也是会变成你的菩萨行 所以变成有菩提心的医生 行菩萨行的护士 不是说盖医院就等于佛教 全世界很多宗教都盖医院 关键是什么 你的发心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看 喜欢成佛的 佛教他成佛的方法 喜欢行菩萨道的教菩萨道 喜欢修身闻原觉的 也教他二秤法 喜欢修身到天上的 犯秤就是升天的法门 所以很多宗教都是升天的法门 那他假如不是要求升天 他只要解决现在的所谓病痛 消灾 免难 当然佛菩萨还是会满他的愿 可是那是人天圣的善法 在台湾 其实最兴盛的不是佛教 我可以告诉各位 台湾最兴盛的是什么 民间宗教 拜什么 马祖啊 知道吗 各位知道吗 我们华人的背景都差不多 第二个最兴盛的是道教 拜什么 西天王母娘娘 观音娘娘 拜三太子 玉皇大帝 对不对 这些都是道教 请问观音怎么会是娘娘 观音是菩萨 娘娘的话就是有男跟女 那他就会六道轮回生死 那是因为不懂佛法 老实说我二十岁听到佛法 我的家乡在北埔 也有一个叫慈恩宫 初一十五的时候 我的外公外婆最喜欢我 因为只有我喜欢跟他去庙里 其他人都不喜欢 我们也拜 观音娘娘天天拜 希望我考试第一名 对不对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佛法 观音怎么会是娘娘 观音是菩萨 所以了解佛法 正知正见的 皈依佛法身三宝很重要 对不对 假如他不修 对不对 真正第三个 最强的是什么 基督教 第四个天主教 第五个才是佛教团体 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个慈祭功德会 对不对 我们也很赞叹 但是佛教徒做的东西 还是不够吧 对不对 全世界有世界展望会 都是基督教天主教做的 注意听 师父讲这样不是说 我们要去比业绩 我们要跟其他宗教比 不是 我是要反省你 我们说佛教徒 要众生无边誓愿度 我们除了诵经 念佛 禅作之外 我们的行为 真的为了众生 做了多少的事 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常常讲 其实我们佛教徒 做的还是有限的 或许在新加坡的佛教 有建学校 医院 福利机构 很好 可是你到全世界过去 佛教做的真的很少很少 举个例子 现在我叫你去南非 South Africa 谁愿意去啊 很多人都这样 师父啊 我家里有 太太要照顾啊 我没办法 我有阿嬷 妈妈 中风啊 对不对 我有小孩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舍不得 也放不下的 所以你说 佛教徒里面 跟牧师或神父比 或是修女比 他们呢 有很多很多偏远的地方 都能去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 因你合身 得度者 即现合身 而未说法 佛教徒 对自己要信心 但不要轻易 去否定 别人的宗教 知道吗 全世界基督教 天主教 立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 知道吗 好 请看下面一段 丁寺 请看七十页 第十三行 丁寺以仁天成满他的愿 问曰十五 若有众生 喜欢世间的快乐 对于三种服饰 就前面讲的三种 菩萨 声闻 圆觉 都不喜欢做 那怎么办 这样的人 当 怎么办呢 请看 达约 一百零三 若这个人 没有能力 也不想做 天即解脱的教化 便是以 现前眼睛 看得到的利益 如 现前的利益 那 我们也应当 尽当尽力的 尽 You always do your best 如历 这里是尽心尽力 从你的角度 你也尽心尽力 帮助他 请看 下面经文 若有众生 七十页 第十六行 专门喜欢 要世间的快乐 也不管有没有来世 也不管三世因果 他只 他不关 不关来世 他只要享受 世间的五欲六成 吃喝嫖赌的快乐 也不相信 来世的因果报应 很不幸的 今生的福报 用尽了 他造了恶业 来生就去向于地狱 恶鬼畜生 受苦 像这样的众生 是刚强难化 很难教 很难教的 你要让他修 升天的法门 或解脱的法门 当然很难 那时候怎么办呢 下面看 就像明脸 笔 这里的笔 就是前面不愿意修佛法的 只修人天福报的 他的智慧就像很IQ 比较低的小孩子一样 那我们也要顺他的所应 现世用各种方法去射受他 随自己的能力 以不失 持戒等六度 跟他结善缘 怜悯他 怜悯他什么呢 可怜他善根比较薄 听不到佛法 听到佛法 他也不相信 所以 敏而不舍 就怜悯他 永远不放弃 比方说 最近几天 奖金 七天我都在这里会课 我很高兴 我有这个机会 为众生服务 可是啊 我也看到 很多的众生都很苦 苦在哪里 简单的说三个 第一 听不到佛法 常常听很多 乱七八糟的朋友 乱乱讲 所以花了很多烟网钱 被很多人骗 听不到佛法 这是第一层 很苦 第二 听闻佛法以后呢 到处呢 跑道场 Shopping Mall 很忙啊 每个道场都集散员 跑到最后很累 这也是很苦 第三种 是听到了佛法 他很想休息 可是自己的贪嗔之烦恼 一错 二错 三错 尝尝饭 他觉得很痛苦 他明明知道不要发脾气 可是发了脾气的时候 总是先骂小孩 先骂太太 然后每一次呢 都来跟师父忏悔 也跟观音菩萨忏悔 那怎么办 就继续忏啊 继续哭啊 有哭跟没有哭 还是有差的啦 举个例子 你没有学佛法的时候 你的贪嗔之烦恼 是本来一百分的 你伤害了众生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你也哭了 下次要再改 起码呢 你的贪嗔之变成 八十分嘛 八十分的能量 再来慢慢减少 六十分 再来减少五十分 多了五分四分呢 最近很忙呢 业绩呢 压力很大的时候 脾气又不好的时候 又发了脾气 变八十五分 这很正常的 你不要说 你没有精进 事实上 你真的很精进 但是呢 你要有自己 给一点时间 记不记得我昨天讲喜马拉雅山的例子 有没有 我就不用重复 我们爬山上 爬到山里面一半 休息一下嘛 休息一下不是坏事啊 你的心崩得太紧的话 你很想 我今天就学佛法 明天听经啊 明天参加闭关 后天就开悟成佛了 没有那么快 因为我们无量节来的习惯 不是那么容易改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 你永远鼓励自己 不要放弃自己 也不要放弃众生 所以第三类很苦的是 知道佛法很好 可是自己烦恼习气啊 就是呢 很多 然后呢 很难控制自己 第四类的呢 我大部分看到什么 恶有很多 比如说他就说 师父啊 我每次都来学佛 很高兴 我一要来听经文法 我那些坏朋友 就带我去 蹦恰恰 蹦恰恰恰 都快受不了他们了 You will have a right to say sorry and no 你有权利说 不要 跟道歉 拒绝他 那你会说 哎呀 师父叫我拒绝他 就没有朋友了 好啊 少一点坏朋友 不是很好吗 佛教徒里面 有很多很多好的怜友嘛 除非你心里心中 还是想 哎呀 我在听经哦 今天他们在外面 蹦恰恰 蹦恰恰 一定蛮开心的 结果还 N是MS 然后呢 哎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今天没有去 抱歉啊 改天再跟你们去 其实你的心还是想去的 所以恶友 是南瞻部州 让你轮回最大最大的 外面的恶元 后面他还会讲到 对不起 今次讲到 等下一次讲座 72页 讲经浸里面呢 最大最大的障碍 简单说 内有烦恼 外有恶元 尤其是恶友 我给你吃了 我给你吃了 你吃了 好